这里每一幅画的背后都有一段激励人心的故事 你们可知道这些美丽的艺术品是怎么完成的吗 这里所有的画作都是由这些口足画家一笔一画所完成的 今年的国际口足画艺世界特展 邀请了国内外70余名的画家参与 是历年人数最多的一次 我们很希望大家来参观我们的作品的时候 能够看到说我们已经失去这么多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活得这么灿烂 也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挥散出这么亮丽的色彩 今天马英九总统也亲自到场来鼓励这些生命的斗士们 这个协会跟许多人的运气不一样 不是一个到处希望人家来帮忙的协会 他们的口号是不一样的 请你不要怜悯我们 所以在这个半世纪以来 他们都奉行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们创作的精神 感动许多人心 激励许多人心 让许多人因为这样 而对人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如果不是现场亲眼看到 我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些画 竟然是由嘴巴或者是脚来完成的 虽然无法靠手作画 但是这些艺术家的能力与艺术心灵 却是与一般正常画家一般无二 但现在我们有超过 700艺术家 无法管转发展 但是当一个艺术是承认的 他们必须,当他们选择 证明他们没有用到他们的手 而无法填在他们的手上 他们必须使用他们的嘴巴或腿 来扫描写的手上 其实如果有可能他们也想用自己的双手作画 用嘴巴或者是用脚是不得已中的选择 不过尽管只能用口或足作画 但对于艺术绘画那股热情 确实不输给任何人 因为出去工作的话 可能也比较没办法 所以我就报读学校的美工科 开始从绘画的领域前进 因为我们残障人士生活阻碍比较多 有时候心情比较压抑 我希望通过画面表达一下我们那种天真浪漫自然的一些性情表现出来 让这种感觉传达给所有的人 有的人天生就没有双手 有的人因为后天的意外而失去了双手 不同的遭遇,相同的境遇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不放弃的精神 在学画的过程中虽然辛苦 但是却让他们人气对生命的希望 透过画笔 他们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 并鼓励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 为什么我们决定要上升上一山 且是完全不太适合 为什么我们决定要高地摆着沙 当它是烂地 做一 tall的画面 是来自生的牧场 这幅画呢是双牡丹 中国画里面来讲 牡丹花是属于花开富贵的 非常高兴的一幅画 这一个画有红的有纸的 就是画了一对四层双 那么我旁边还会画蝴蝶 非常的漂亮 那我希望这幅画能够鼓励自己以外 也能够鼓励很多的人 对这些画家而言 生命也许没有太多的选项 但上帝关了他们一扇门 却也帮他们开了另一扇窗 而他们在这扇窗中呈现的神明风景 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这个绘画不只是一份工作 也是希望能够让社会大众 全世界的人看到永远不放弃的精神 下次有机会 不妨去观赏这些口族画家的画作 我造访口族画艺协会的网站 看看他们如何挥洒 专属于他们生命的色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